大家好 歡迎回到今天第十天的12日的聖誕節 今天有些特別的 我剛剛買了Cookie Making Kit 是Yellowland初心Cookie 不是一盒Cookie餅 是一罐東西 裡面有粉 指示 帽子 自己做Cookie餅 其實我未做過Cookie餅 所以看看初歌可否跟著影片 或者跟著指示就做Cookie出來 好 我們來開箱 包裝就是這樣 有那些布紙 好可愛啊 連珠 不是Cookie餅 要自己做的 所以你看它 廚師模 我們今天也來做一下它 有個連珠 我就拿它們的影片 我們就跟著它們的影片 這個呢 它沒有寫什麼 有寫的 包裝內容 Cookie餅拌粉 這個 大透明包裝 牛油 這個就是牛油 這個就是糖 這個就是手粉 上面有個手指 真的嗎 沒有啊 不過不要緊 它是小小包 透明 知道是粉 然後 連珠Cookie餅 Cookie餅 Cookie餅和食譜 智備 全蛋液 保鮮紙 攪拌棒 好啦 那我現在去拿工具 拿齊些工具 哎呀 要剪刀 啊 好 我先拿剪刀 OK 再來一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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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滾滾滾的 所以我再用 登登 OK 冰完十分鐘 硬了 袋子 外框 印帽 和 鴨帽 沾上手粉 用外框 印頭按 外框 印頭按 真的硬了 我真的... 不能進去 要攤冷一點 可以了 外框印 然後呢 就印五官 還不行 我冷藏太久 超過十分鐘 那呢 就壓外表上去 嘩 然後呢就移出來 啊 哈哈哈 太硬了 太硬了 再來一個 比他的影片厚很多 我不是應該要滾扁一點嗎 滾扁一點 那這個 他說可以 把邊邊 滾扁再印 我也可以的 那這樣啊 我要鋪一張紙上去 再滾扁一點 好啦 還是要拿去洗 洗完之後回來了 好 洗完豬回來了 剛才用海綿 比較難洗一點 用刷毛的刷毛 就最容易洗了 希望可以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吸他的樣子 啊 可以再深一點 耶 行了 這次沒有 沒有什麼 不過可以吸深一點 我覺得 耶 好漂亮啊 啊 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沒有手啊 沒有手啊 嗯 拔出來的時候太暴力了 怎麼辦 又要再洗過嗎 還是可以用懶人方法黏起來呢 好像吃軟糖 黏著牙齒 你用另一粒軟糖去弄它 不行 又要洗了 好 洗乾淨再試過 沒有東西是一次就成功 吸取教訓 再來一個 調整之後重新上路 嘩 完成 真的很漂亮 只剩這麼小的盤子 所以我試試這樣放 差一點點 可以多放幾隻 一次過一個 把壓扁的麵團放進冰格 十分鐘 我發現不知道自己弄得多扁 不懂的 好 這個又放它十分鐘 這些我先拿去焗 呆 糟糟 不過都是我自己的糟糕 因為 我有點貪心 剛才我十五分鐘後 放一放它 就金黃色 但是我覺得可以焦一點 因為我喜歡吃冷一點 誰知道 焗多它兩分鐘 然後就 拜拜 就變成這樣了 好黑 連黑豬都可以 這隻可以吃一下 這隻簡直是 哇 非洲黑豬 這一塊就最靚仔 連豬的樣子焗完出來 都看得很清楚 嘗嘗 因為我焗得焦 所以是很脆的 好吃 它的 它的指示都算非常清楚 趁著再說 它的指示呢 都算清楚 唯一是 我覺得 曲奇餅的厚度 它就沒有看 如果自己沒有焗曲奇餅的話 真的要試一下 那些 那個爐的溫度 所以幸好 這次焗個小小的batch 剩下那些 就可以知道 我就可以不用焗那麼久了 現在的 嗯 好吃 其實我也是看中了它那個 毛 即那個吸年豬的毛 因為你做完這次之後 剩下一個帽子 下次都可以自己拿 曲奇餅的 製品 或者直接買那些 Fillsbury 或者Frozen 那些 一塊已經拌好 你切出來 就放進焗爐就可以了 切出來 吸年豬 就可以了 做到一些 可以不斷循環 再用這個 連豬吸吸 所以 嗯 我覺得是值得買的 這個Day 10 就是這樣 明天就是Day 11 明天再見 拜拜